为了确保六楼以上老旧公寓大厦基本火警预警灭火 避难逃生紧急需求呢 高雄市消防局就推出三灯二气的消防设备维护修缮补助专案 只要提出申请消防局会派工来维护修缮相关设备 选择补助以维护大楼的公共安全 为不如突然起火 还好助警器发挥作用才免于灾害发生 像是这样因为有家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才能在火灾发生初期及时应变 逃生的案例不少 也显示出助警器的重要性 为了确保老旧大楼的公共安全 高雄市消防局推出了三灯二气的补助专案 三灯二气主要是针对它的灭火器 还有助警器 还有另外就是说它的避难方向指示灯 紧急照明灯 出口标识灯等设备 我们会进行补助 这个是全额做补助的部分 大楼部分不需要再负担其他的经费 我们只要符合资格 它的条件符合资格的话 就是由我们委托厂商来直接进行试作 而且我们这次也是 我们会将我们高雄市分为五大区域 然后同时间来试作 所以也加快整个执行的速度 消防局表示依消防法第六条规定 住户有设置维护消防安全设备的义务 因此这次将针对20年以上 领友使用执照消防安全设备 不合格的老旧大楼 只要透过申请补助 消防局就会派工维护修缮 三灯二气设备 补助的对象主要是20年以上的一个 然后它在消防检查有不符合规定的一个大楼 都可以来提出申请 那它试作的方式主要是由我们 我们受理到它的申请之后 会由我们消防局 那派那个我们一个合格的一个厂商 就是我们委外的厂商会进行 直接到大楼去进行试作 不用大楼去另外找厂商来试作 就是由我们的一个协定厂商来进行试作 那直接到大楼去进行这些设备的一个安装 这个部分主要都是在维持这个大楼一个 基本的一个火灾的一个预警 还有那个灭火的一个功能 那主要也是在保障一个大楼的一个安全 消防局提醒民众 大楼每年都有一次消防安全设备检修申报 如果没有依规定办理将会处以罚还 有关三灯二气消防安全设备补助详细说明 可以到高雄市消防局网站首页 雄安心补助专案的专区查询